... 哈囉大家好我是熊熊來 來看到前面的這個開場的動畫喔 呃...這就是這一次的 全新! 我們今天要來聊的 全新的這個巫師聯名角色登場啦 不過是不是第一次是在這種晚上的時間點去做到一個改版改動的呀 其實我不是很確定以前有沒有過這樣的類似的經驗啦 但是這個時間真的算是蠻特別的喔 這一次呢 在昨天晚上也做了一個更新之後呢 那這一次就已經公布了全部的一個新角的 那因為角色已經出來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 從第一個他的素質跟第二個 他的技能組到底是長得怎麼樣 到底我們當初的預測有沒有準確喔 我自己覺得啦 這前面的動畫 這一次前面的動畫真的也是誠意滿滿 雖然說 我覺得 雖然說我自己個人絕對有比較偏心這一次的巫師聯名 但我自己也是真的 憑良心講我真的覺得這一次的這個動畫什麼的 你們有覺得真的做的比之前還要 之前還要來的更漂亮一點點嗎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感覺 但是我自己覺得好像真的有 有越做越好的趨勢 當然也要稍微虧一下下就是 禮包也有越做越好的趨勢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我記得過往的聯名 全部ALL IN下來 我偷偷算了一下 ALL IN下來 只有四開頭的神秘數字 這一次有五開頭 哇 爸爸你真的很會玩耶 所以其實也看得出來這一次真的很認真的在做這個聯名啦 那我們也可以從開場動畫看得出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之前在神棍系列有提到 巫師系列他的這個故事線都是從這個西里這個角色去做一個鋪墊去做一個開場 都是為了就是他發現了某些事情 他開啟了某一個故事的冒險之後 然後再由男主角傑洛特的一個視角去進入去解決這些案件這些事件 所以其實看得到這一次他也非常還原真實 就是我們也是西里出來 就是前面的這動畫也是西里走出來 然後跟玩家講一些事情 然後在這個前置的動畫也是 欸西里發現了什麼東西然後召集了大家 所以這也不算神棍啦 因為我玩過這個遊戲 我只是想他想說 欸第一個就是官方也有還原這一點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真的有玩過這個遊戲 那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的故事心得而已 好啦那我們就來看這一次的一個全新角色的技能組吧 我們就先從男主角傑洛特開始看起 那火屬性的傑洛特呢他是一個原物 因為這一次是原刺跟原物混合 跟上一次刺客教條的聯名是一樣的 那我們先來看喔 這個火屬性的傑洛特他是一個攻擊型的角色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造型 我必須說實在話的 就是我覺得啦 該稱讚的就叫稱讚 該批評就叫批評 我覺得 有人覺得這個比例哪裡怪怪的嗎 你們有沒有覺得他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一次出了角色 有點像大頭娃娃 我怎麼覺得他們頭感覺的比例就特別重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我是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好啦我們就來看看技能組吧 那傑洛特他的一技能 大家的一技能應該都是一樣的 攻擊敵人 然後以50%的機會 弱化了兩回合的一個攻擊 這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再來看到 這個二技能席捲攻擊時候的敵人三次 這也是跟之前已經介紹過的 水屬性的傑洛特意思是一樣的 各以30%的機率弱化兩回合的防禦力 然後減少20%的攻條 吃滿是三個回合 並且是機率是提升到40% 還算不錯 可圈可點 那這個傑洛特都是一個屬性的攻擊力隊長喔 三技能 伊格尼之印 那這個伊格尼之印的話 它是這個名稱在原作當中 它是屬於一個火焰魔法 燃燒魔法的一個印記 攻擊所有敵人三次 各負於兩回合的持續傷害 攻擊受到持續傷害目標時 將會有50%的機率暈眩一個回合 這個技能我們可以這樣看喔 第一個 它的上毒沒有寫機率 所以機率是百分之百 然後這邊它是說 它是各負於兩回合的持續傷害 換句話說 就算一開始的攻擊 對方沒有持續傷害好了 我第一次打下去 我第一段 我有三段 第一段我可能就能上到毒 第二段打的時候 因為第一段有上到毒 第二段跟第三段 就可能可以去做到這個 呃 後敘述 後面敘述的一個暈眩了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 有能力可以上到三層毒 然後以及做到一回合暈眩的 控場的角色 我覺得還算不錯 不過這個角色如果真的 再去做使用的話 可能會偏向走一個 速暴體或速傷體的文法 因為畢竟它有持續傷害 可能持續傷害跟控場能力 可能更適合去當作一個 類似火神秘這種 呃撐在場上 然後用毒的方式 用控場的方式 以多段輸出打持久戰 然後造成對方 就是利用追傷 慢慢的去累積出一個傷害量的角色 基於這點的話 它的體力稍微低一點點 攻擊力高 就稍微可惜的一點點 如果可以把這兩條數值的這種 呃這個 百分等級稍微互換一下 體力高一點點 攻擊再稍微低一點點的話 那這個角色就會變得很漂亮了 不過整體上來講 它是一個技能組我覺得算蠻不錯的角色喔 所以屬性的傑洛特的話 我們前面已經看過了 所以我們著重在於它的技能CD 二技能CD三回合是沒有問題的 跟火屬性的傑洛特是一樣的 三技能的話呢 這邊CD是四個回合 跟我們完全預測的是一樣的喔 它CD吃滿是四個回合 那如果今天敵方免疫暈眩的時候呢 CD會直接降為兩個回合 所以等於說在打這個地下城的BOSS的時候 是每兩回合可以使用一次 變成可以怎麼樣 變成它可以說開場打一下 然後呢CD兩回合 只要它跑得夠快 後面接二技能或接一技能 只要能夠跑得往比王快一回合 下一次它又能夠再去使用一個三技能 所以我個人目前定位這個傑洛特 水傑洛特這個角色的話 我會把它定位成是一個地下城的打手 那如果是公會巨點戰或甚至到RTA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可以使用 變成說會是在如果打RTA的話 會走向一個也是速 我自己覺得啦 也可能會偏向是速暴體速傷體 就是有配暴率或暴傷 但是呢這個六號符文還是搭配體力 然後去做一個偏控場型的輸出 二技能一樣打多段打追傷 那三技能可以針對單體目標去做到單控的一個選擇 所以這個角色我可能也會往這方面去做一個考量喔 再來的話呢是風屬性的傑洛特 這一次的傑洛特五屬都是援武喔 所以其實好像比刺客教條的這個援武的數量再來得多一點點 他們原始這一次好像是比較少的 那風屬性的傑洛特他是體力型的角色 很明顯的他的體力高了一些 防禦低了一些 攻擊力就真的低蠻多的 那這個角色我自己覺得還算蠻漂亮的 為什麼呢?你們看喔 他的二技能一技能都一樣 我們就不特別介紹了 他的二技能攻擊所有敵人兩次 並且有50%的機率給予敵人兩回合後爆炸的炸彈 吃滿是60%的機率 然後呢第二次攻擊會有30%的機率給予一回合的暈眩 一樣吃滿的話是40% CD是4回合 這個技能非常漂亮喔 是一個擁有群體上炸彈再加上群體暈眩 雖然機率沒有到很高 但這招其實我真的覺得他已經有大招等級的一個強度了 而且如果今天還剛好暈到的話 等於說那顆炸彈對面是直接變成 在打RTA的情況下是一個完整的回合是不可能動得到的 因為炸彈再加上暈眩 如果你今天被暈到 然後呢 我爆走了 炸彈引爆又暈一次 等於說爆走的機會就用掉了 等於說這個回合 無論他有沒有爆走 只要有被暈到 只要沒有抵抗暈眩的話 那對面就確定不能行動 我覺得算是非常優秀 而且他是群體不是單體 我自己覺得啦 以這個技能的強度 如果今天放在二技能 我更感覺你把他當單體技能更漂亮 拿去比較的就是傀儡術師 像火傀儡或者是暗傀儡這種角色 他們的二技能就是什麼 就是暈加兩回合的一個炸彈 那他是群體的 雖然說機率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技能的表現是非常的亮眼的 在未來是蠻可以期待的喔 然後再來是他的三技能 是被動技能 變形 每次以自身技能對敵人賦予弱化效果時 將賦予各兩回合自身未具有的一個 強化效果 什麼意思 就是我今天只要使用一二技能 一技能只要有上到降攻 或是二技能有暈到 或是二技能有上到炸彈 就會觸發這個被動技能 那這個被動技能就會從 護盾、免疫跟扳擊 給予其中一個效果 而且他沒有講到再自身回合 所以就字面上的意思 如果今天他上到反擊狀態 別人打他 他一技能反擊回去 有上到這個降攻 欸 被動技能又會再觸發一次 我自己覺得算是一個非常 輔助戰略性的一個角色之一喔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看光屬性的傑洛特 一二技能跟前面的火風水是一樣的 然後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的身體數值的話 攻擊力稍微低一點點 但是體力稍微高一點 我覺得這隻的數值算是蠻均衡的 那我們來看到被動技能 腎上腺素爆走 每次攻擊敵人的時候 會累積腎上腺素點數一點 最多會累積五點 當腎上腺素的這個分數 達到三點或以上的時候呢 將可以不限冷卻時間使用他的二技能 然後呢 並且稍受到敵人攻擊的時候 可以去利用減少自身腎上腺素的一個方式 來去增加自身的攻擊條 你們可能會覺得這個技能感覺還好 但實際上這個技能非常可怕 為什麼呢 你們想一下喔 他是每次攻擊敵人 這邊要先考慮一點啦 基本上這個技能的意思應該是 每一次攻擊 不管我打一個還是打四個目標 都是累積一點 這是第一點 不然的話他絕對會過強 那第二個 只要他累積到三點以上 他就可以一直噴二技欸 他二技能會退條 不要忘記喔 那這個角色這個技能 我們看一下 原則上他的符文鐵叮叮的就是 暴走反擊 為什麼呢 每次攻擊敵人 這個基本上 這一個技能組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就是不管是打一個 還是打四個目標 都是累積一點 那只要累積到三點以上 你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二技能無限連發 而且他會退條 所以 只要我今天如果暴走 我是連續使用二技能喔 二技能不要忘記 他是有機率破防 再加上退條 而且他這邊 如果今天喔 我暴走的話 我連續使用兩次 我高機率 對方的攻條 被我清到快沒了 下一次 只要他的速度夠快 下一次動的是誰 還是他 他又繼續用二技能 今天如果打他 欸 他雖然會消耗自身的 腎上腺素 但是他也會拉條 那他只要拉條之後 他就更能力行動 那他只要一行動 如果又暴走 又累積到三點以上 欸 是不是又有可能 再去連續使用 他的二技能席捲 所以這個角色我自己覺得 他是一個 非常非常 呃 只要他暴走起來 他的順 他沒有辦法做到 瞬間的高輸出 但是他可以連續好幾個 這個角色超級持久的 真的算是我這一次 呃 看到現在為止 我自己覺得 他真的 他算是這次連名 數一數二 是我很想要的一個角色喔 這個角色完全就是 時代 完全就是這個 Meta的角色 二技能 他可以無限噴二技能 就代表著 追傷魔礦超級強 而且他本身就有破防 平常打追傷 可能就是打個一兩千 就是很強的追傷 就打個一兩千 他加上破防 加上本身的攻擊力 可以讓他輕輕鬆的 就打到四五千 這個傷害量累積下來 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了 可能你會覺得說 一回合打三下 四五千累積起來 可能一萬出頭的傷害 沒有到很多 但如果你每回合 這個角色都穩定一萬多呢 然後每回合都穩定一萬多 那就變得很可怕 而且他還附帶有退條 而且他的這個 破防還可以讓自己的隊友 去做使用 我覺得算是很可怕的角色喔 暗屬性的傑洛特 那這個也是一個體力型的角色 那大家防禦就稍微光屬性的 再低一些些 攻擊力也低了一些些 可是他的血量 我自己覺得 表現起來就還算蠻漂亮的 他的二技能 是那個我覺得 很漂亮 表現很漂亮的炸彈技能 那他的三技能 這個悲動技能 魔藥成癮 增加一回合以技能對自身賦予強化效果的時間 此外 自身每一個強化效果 將於攻擊敵人時增加20%的傷害 並增加10%的弱化效果發動機率 但如果 再賦予三個以上的強化效果獲得回合的時候 自身的體力將減少10% 這個技能乍看之下 會覺得好像 有點兩面刃 這個技能 哇這個真的是一個作文的技能 這個技能的意思就是 我只要使用任何技能 放在暗屬性的傑洛特身上的話 假設 給他平常我的水格魯達 他的二技能會 會有一回合的加攻 放到他身上 就會直接變成兩個回合的意思 然後他後面當然就是 自己沒有一個強化效果 就增加20%的傷害量 跟10%的弱化效果發動機率 所以等於說這個角色在撐命中的部分 也不用真的撐得太高 可能撐個20-30 剩下的就靠這個狀態 加上被動技能所給予的就可以了 那乍看之下 這個技能會感覺還好 因為他本身這個角色 並沒有其他的這個增益效果 所以變成他是要搭配隊友的 不過這個角色有一點非常特別的 暗屬性傑洛特有一個 其他角色都沒有的 他的一技能 不一樣 攻擊敵人有15%的機率 增加目標弱化效果一回合 並且 後面大概就是一樣 就多了那個 有機率增加目標弱化效果的時間 所以他可能會讓一些比較煩人 像是什麼緩速啊 威冥這種 他可以去做到一個機率性的延長 我自己覺得算是很優秀的 呃...技能 然後他異技能的貢獻 是無屬潔弱的當中最大的一個 無庸置疑 不過這個角色就變成有點綁定說 一定要有狀態的角色 是一個很吃陣容的角色 但是也必須說他們的技能組真的算是蠻特別蠻新穎 而且 算是很... 我自己覺得 就是你第一眼看到 你不會覺得像是前幾次的角色 看完之後 嗯... 到底能不能用呢 現在看完就是 這個角色應該就是能用 只是他的場合在哪裡而已 而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到這個 呃...夜奈法 Yennefer 算是我們這個傑洛特的好伴侶吧 那這Yennefer呢 他是完全就是輔助型的一個角色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技能就是這個機率性的沉默 吃滿技能之後 是75%的機率沉默 比我想像的高 說實在的 比我想像的高 我原本以為他不會去增加這個 沉默的機率喔 因為我覺得 一技能50%的沉默 我覺得算已經表現不錯了 但是他這邊 卻給予了 吃技能之後 會增加25% 變到75%的機率 我覺得 表現算是很...很強大的一個一技能了 然後他的二技能 閃電攻擊敵人並有80%的機率給予兩回合的忘卻 以及30%的機率吸收30%的攻擊條 吃滿是100%的忘卻 以及50%的吸收30%攻擊條 CD三個回合 我覺得單體的一個忘卻 並且有吸收公條 算是跟...像是 我們拿他去跟水香草、暗香草比起來的話 就是暗香草、水香草的話呢 他們是二技能的...他們這個忘卻技能CD很短 那夜暗法的二技能的話呢 則是CD稍微長了一點點 但因為多了吸收公條的可能性 就變得...會有一個...有機會打出一個回合差 所以...整體以下比起來啦 我覺得...就期望值來講 應該還是香草的一個... 呃...忘卻會再來得更漂亮 但是...因為有吸公條的部分 多了一個不確定因素 我覺得也算是...可圈可點喔 然後再來他的三技能魔力共鳴 在自身回合攻擊敵人時將搶奪 搶奪...應該算...這應該是用搶奪吧 沒關係 搶奪敵人一個強化效果 並有50%的機率 將目標的賦予的弱化效果 隨機擴散至敵人目標 欸等一下 欸你們有覺得這件事情嗎? 火屬性的這一個好像有點太... 有點...有點強欸 我覺得火屬性這個技能組這樣看下來 他給我一種是...給我一種光暗的強度欸 的感覺欸 你們知道為什麼我這樣想嗎? 你們看一下喔 自身回合攻擊敵人的時候 重點不是在於搶奪強化效果 重點在於... 隨機擴散至敵人目標 這句話應該意思是擴散一個吧 不是擴散全體吧 因為如果是擴散全體 他的強度就是光暗 我猜他應該只是擴散一個啦 所以變成說他的一技能就有機會一次攻擊 讓兩個目標沉沒 然後二技能就有機會一次攻擊 然後讓敵人兩個目標做忘卻 所以搭配上這個被動技能 他的二技能的強度就比暗香草跟水香草還要來得更漂亮了 這個技能我覺得很不錯欸 這邊...欸等一下這個我們先來看一下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二技能 應該是擴散一個而已吧 欸有! 隔壁一個而已 看到嗎?這樣子 欸隔壁一個而已 他這邊只有一個人顯示忘卻 所以他是一個目標而已 那還好那就是一個可接受的 因為如果群體的話 這個角色變得超級強大 那我覺得還算不錯 因為他就可以變成針對單體的目標 去做到一個搶奪 就等於是強化版的消狀態的意思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去針對對方有免疫的角色去使用這個技能之後 然後去擴散如果對方只有一隻或兩隻有免疫的話 搭配這個被動技能就可以直接去做到消免疫 然後去做到沉默或忘卻 並且是有機會一次針對對方兩個目標去做到負面狀態的影響 我覺得還算蠻漂亮的耶 這個技能阻礙還蠻漂亮的 然後隊長技能是38%的體力隊長 而且是競技場的 算是完完全全的RTA角色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水屬性的Yennefer 1技能一樣沉默 2技能一樣是忘卻跟吸收攻條 3技能電球 攻擊所有敵人3次並有50%的機率使其暈眩1個回合 然後呢 並賦予其無法解除所有弱化效果的狀態2個回合 吃滿是CD4個回合 重點是3次各有50% 所以他的一個期望值 暈眩的期望值其實算是蠻高的 我覺得算是可以把他當成一個非常不錯的控場角色啦 那就是一個這個角色就變成什麼 變成是一個可以控場 並且能夠做到忘卻 能夠做到單體忘卻跟這個單體沉默的輔助型角色 我覺得還算不錯 不用去看他的傷害量 我們更著重去看他對於我們的隊友 可以做出多少的一個貢獻喔 他可以讓整個隊友的一個輸出更加的流暢 不用擔心對面去做到一個突然的插隊或怎麼樣 他可以去好好的把高機率可以把對方給好好的控在那個地方 並且他一個角色就能夠做到控場以外 還能去做到忘卻 不用擔心對面可能有一些很煩人的被動技能 像如果對面有出個火奧或什麼的 就可以去利用 隊友就可以先去靠他 然後來去讓火奧不要做到什麼解狀態或回血等等的狀態 我覺得還算是蠻有表現機會的一個角色 那這個角色應該沒有意外就是以走會走一個暴走意志的選擇了喔 然後隊長技能的話是競技場的暴率隊長 我們就看看就好 再來的話呢是風屬性的Yennefer 那一技能的話也是很漂亮 很少數很少數四星就有沈默效果的一隻角色喔 然後二技能的話是魔法屏障 解除說我軍一個弱化效果並生成兩回合的體力上限20%護盾 那吃滿技能的話是24%的一個護盾 擁有群體解一個雖然不是全解但我覺得還算不錯的輔助能力了 那並且一技能也是能夠做到沈默的四星角色 三技能是閃電風暴攻擊敵方全體 並且賦予兩回合的衛命中以及烙印效果 這個角色我自己是這樣想啦 如果把它搭配絕望符文的話 那他就變成是擁有三個負面一個烙印一個衛擊中 跟一個暈眩的可能性 擁有蠻多的控場技能的一隻角色 那如果今天選擇的是暴走 就更有機會去做到一個利用暴走 來去對我幫結場 整體上來講我覺得以四星角色來講 他算是蠻多功的了 不過使用上我自己會稍微打一個小小的問號 因為他沒有尋銷 隨便說想要讓他三技能發揮 就需要搭配尋銷角 但是說實在的 衛命中更看重是對方攻擊我方的時候的一個不確定因素 所以比較適合在RTA 所以可能會是往RTA去考慮 可是他的一個輔助能力 可是我覺得啦 群體的衛命中跟烙印 烙印就是想要增加傷害量嘛 可是衛命中更像是想要去做到一個持久戰 因為他本身又沒有什麼其他太強大 除了一技能的機率沉沒以外 又沒有其他太強大的一個暈眩退條什麼 或甚至到連緩速都沒有 如果他有一個緩速的話 我覺得就會變得很不錯 那也沒有緩速 所以他的實用上我覺得會稍微小尷尬 因為綁定群銷的操作讓他在巨點戰上面 如果要做防守使用可能會更嚴苛一些些 那在RTA來講我覺得表現不錯 可是因為我們看重的變成是 他的一個衛命中跟他的一個群姐 群姐的CD也沒有到特別短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角色 我可能暫時會給他一個70分的分數 技能組本身已經算不錯了 但是能夠高到多少 可能真的要到時候去看看 實際使用上會長什麼樣子喔 再來的話呢 是廣屬性的Yennefer 他也是一個四星的角色 那他的一二技能也是都跟前面一模一樣 我們就直接來看三技能 魔力控制 敵人解除弱化效果的時候 目標的強化效果一樣會一起被解除掉 那之後將增加自身的這個攻擊條50% 這個怎麼有點像是小型小水化博啊 只是他的效果是比較不一樣的 但是他好像 這個角色好像可以去Counter水化博這種角色對不對 水化博是只要對方群交的時候呢 那就能夠去解除所有的弱化效果做到一個插隊 而他的被動技能剛好可以直接去做到這個Counter 就是敵人解除弱化效果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直接把你的強化效果也移除掉 所以等於說 如果你有其他的負面 可是這個其實也算是小尷尬啊 因為就變成怎麼樣 他就會變成 我消你 然後呢 你解 那你解完之後呢 我又可以再解你一次 所以變成他比較像是什麼 他變成比較像是 我可以去使用任何一個技能 然後去說 單消一個狀態 單消一個之後呢 那水化博就會去變成 去使用到解狀態 然後呢 他一解 觸發了這個 夜耐法的一個被動技能 我就直接把你全部暴力解掉 全部解完之後呢 你拉條我也拉條 但是因為我拉的是50% 等於說我高機率就可以插隊我原本要針對的那一隻角色 然後去使用二技能做到忘卻 或是使用一技能去拼沉默 我覺得還算 他算是一個可以去做到戰術性Counter 這個水化博的一個選擇喔 所以其實大家可能也會覺得說 最近的一個水化博有越來越強的趨勢 但是為什麼官方沒有在技能改動改他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這次技能改動 改了很多可以去針對水化博的角色以外 就連這次的星角光夜耐法 也算是可以去針對水化博去做操作 所以這就是我說的 技能平衡 未必一定要去針對一個角色去做砍 我們去強化整個生態應對這隻角色的方法 也是一種NERF的體現喔 然後被動技能 這個隊長技能的話呢 就是防禦38%的隊長 我覺得還算 以四星來講 我覺得四星就有38%防禦隊長 算是很棒了喔 這個算是不錯的隊長技能喔 再來就是我們之前已經看過的暗屬性的Yennifer 那重點就是著重於什麼 就是著重於他的一個 三技能的CD啦 那這邊看得出來 CD果然夠長喔 本來想說如果是五個回合的話 就好像還算蠻漂亮的 那這邊是七個回合 吃滿是六個回合 代表說如果一次控四隻的話呢 四隻都動完 就變成會 CD會減四 所以六個回合 CD減四是兩個回合 說實在的 還是蠻強的 而且 這兩個回合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對面行動 對面接下來的行動 一定都要打他 因為不打他 你有讓他受到傷害 他CD就會直接變成沒CD的 所以暗屬性Yennifer 沒有意外 應該是這一次的一個大獎之一 而且是蠻大獎的 然後他的這個隊長技能 38%的攻擊隊長 我覺得可惜一點是他是攻擊型的 而不是輔助型的角色 但是他的技能組 原則上我會直接 完全不考慮 就直接給他速體體 速體防的一個生存型的配置 就不要管他的傷害了 他的傷害 他的傷害不是重點 他的被動技能 可以去做到很強勢的控場 而且 他的這個技能組就是怎麼樣 他的這個技能組就是 逼對方要打他 所以你撐高攻擊 我覺得意義反而沒有那麼大 如果我有這個角色 我一定會去給他撐一個速體體 或速體防 高生存的一個玩法 輸出的部分可能就要交給隊友了 那我們這邊先來看 CD然後再來看Triss 那吸體這個 火屬性的吸體 他是一個元四的魔靈 那吸體這個一技能 我們之前已經看過了 就是攻擊敵人兩次 並且造成攻擊速度為比例的傷害量 然後呢 有30%的機率給予兩回合的未命中效果 那我們之前預測這個角色 應該都是會以一個速度 來去做他的一個特點 那我們就來看到二技能 攻擊敵人三次 並造成自身攻擊速度 與敵人體力上限為比例的一個傷害量 那這個我覺得重點是要看比例長什麼樣子 但是我自己 說實在的 目前看到這個技能組 我不太期待他的傷害量 可能看看就好吧 這個很大的一部分要看的是他的一個系數 但我自己覺得這類型技能的系數應該不會到太優秀才對 再來他的被動技能 狼學派的教會 以自身攻擊速度為比例 增加暴擊率 此外如果暴率超過100%的時候 將會以等比率去增加到暴擊傷害 等於說如果我今天暴率的一個數值 撐到105% 就會有5%的這個暴率變成暴傷喔 首先我們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完全預測正確了 他會是以速度來去做為他技能的特點 的一隻角色 他的基礎速度也還算是可圈可點 那這個技能代表的意思我們要考慮兩點 第一個是他攻速換暴率的比率是多少 第二個就是他的二技能系數到底多少 因為原則上這個角色就可以很輕易的去撐到百暴以及高暴傷 所以既然可以很輕易的撐到百暴跟高暴傷 那最後的重點就是在於他到底能不能秒別人 或者是可不可以打出關鍵性的傷害量了 那我自己可能就要 這個部分可能就要抽到之後再來做實測 不過應該就會走一個高暴傷高攻擊高攻速 然後並且搭配追傷模框來去做一個瞬間的輸出 看他到底可以打出多少的一個數字喔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到水屬性的西里塔 是一個原武喔 一技能跟二技能也是一樣 二技能是我們之前已經看過的 他會根據攻擊速度然後造成最多80%的無視防禦傷害 持滿技能CD是兩回合 這點來講我覺得還算是蠻不錯的 那來看到他的一個被動技能 針對攻擊速度降自身慢的敵人發動攻擊師百爆 遭受到攻擊速度比自身慢的敵人的時候不會爆擊 欸這個技能 水屬性光軌嗎 水屬性高速版光軌 欸那這個搭配二技能的話我自己覺得還算蠻漂亮的喔 因為就變成說他只要無限撐高這個攻擊速度跟爆傷 然後甚至我覺得六號你想要走體力都沒關係 因為就讓他再稍微更坦一點點 畢竟他的二技能CD很短 我弱勢我可能就會走一個迅速或者是爆走高速的配置 然後輸傷體 然後就直接拚一個二技能的一個連戳 就是可能短時間可以一直戳一直戳一直戳 這個技能這隻角色我覺得還算不錯 而且他的攻擊基礎攻擊係數我覺得還算蠻高的來到900 這一個我覺得好像有機會去玩欸 這隻好像蠻不錯的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的預測完完全全命中 全部都跟攻擊速度有關係 現在風屬性的我們已經確定了嘛 我們當初是看到風屬性然後來去做預測試 他跟這個其他的技能組一定會跟攻速有關係 然後目前為止我們的這個預測也算是蠻準確的 再來的話風屬性的我們之前已經介紹過了 我們這邊就快速看一下 那重點就是 這邊有講 這邊有去講到說這個攻擊速度 增加自身攻擊條35% 這個三技能我覺得 敘述上面可能有點可惜 就是是怎麼樣增加35% 這個部分可能要等到 呃實測之後才會知道 就不知道這個比例的意思是 最多增加35% 還是可能 呃每一個增加35% 如果是每一個增加35% 那3接2 這隻角色就會變得很強大了 然後下一個的話呢 是光屬性的犀利 1技能2技能也是一樣 那2技能也是那個蠻不錯的 兩回合無視防禦傷害 然後再來他的被動技能 當初大B有問我他到底在講什麼 然後我有翻譯給 我有講給阿萍之後 他跟我講了 他跟我講一件事情 拜託你可不可以去面試翻譯啊 不是啊 這個技能 這個技能的意思 是攻擊敵人 只要我今天有扣到敵人的血量 只要我今天的傷害 不是打 不是沒有打穿護盾 或者是 不是打在無敵的目標身上 只要有扣到血的話 就會有一個追傷 就會有一個追加傷害 並且這個傷害呢 應該是根據目標的體力下降 下滑的比例 來去增加這個追傷的 追傷的一個比率喔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每一次攻擊的時候呢 會增加攻擊速度 最多會增加到200 欸 你們知道嗎 超強喔 這個角色喔 這個角色喔 只要10個回合喔 只要給他10個回合 他的基礎攻擊速度叫做 200加106 306的攻擊速度喔 超級強喔 這個角色基本上10個回合之後 他必定打出無視防禦 換句話說還是一樣 他就變成是跟前面的感覺一樣 就是 他會是偏向一個 你可以考慮去走到 術傷體 不用走到術 不用走到術傷攻 因為術傷攻他可能會太短命 我們把他這個存活機率 存活時間拉長一點點 但是他在後面的時間點 你讓他 你給他5個回合以後 你就會發現 他的回合數跟別人差超級無敵多 尤其他裝暴走 你可以看到 他如果裝暴走 然後 就來一個可能暴走抑制 然後速度不用加太多 加個160 170 好我們再加少一點點 你的符文不用太好 綠字加150 等於說他的速度多少 加上速度隊長跟建築物 他開場的速度大約就是在300左右 對吧 300 你有想過嗎 過了他的回合 10個回合之後 這個角色 是一個 500攻速的角色 500攻速帶暴走的角色 你動一回合我暴走 我動兩個回合 而且我這兩個回合 都還有機會暴走 直接RAR檔解壓縮變4個回合 好超級無敵強 這個我覺得 這個回合拉久了之後 他跑得超級無敵快 你們知道嗎 而且這個角色 他裝迅速的效率就很低 因為他本身就會把自己速度 拉到非常非常高了 所以裝迅速的效率就會很低 我自己覺得他完完全全就是去考慮 直接裝暴走 然後想辦法去拉高他的一個回合數 10個回合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一隻 木葉的黃色閃光了 這個技能組 我覺得很漂亮耶 再來看到暗屬性的洗禮 暗屬性的洗禮是一個4星的角色 2技能的話是剛才我們看起來 比較看衰的那個 4星2技能 然後再來 我們就直接看到他3技能 月城炸彈 攻擊所有敵人2次 第一回合解除所有的強化效果 第二回合降低攻擊速度2個回合 有群消跟降攻速喔 而且他的隊長技能是 攻速 欸等一下 他是目前公會速度隊長當中 4星最快的就是他對吧 痊癒 就是全屬性最快就是他 巨連戰應該就很好用喔 這角色巨連戰超強 他是一個高攻速的角色 然後可以作為群消選擇 2技能的打法我覺得可以走一個最上 這隻角色我自己覺得會更偏向是巨連戰的一個使用喔 那我們這次的這個預測也算是有預測到他 這個角色會完完全全的是走向一個 攻速型跟攻速有關係的角色 OK 我們算是預測的十分準確 我們再往下面一個角色來看喔 就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角色 Tris了 那這個角色的話呢 就是我們之前已經事先公告過 公告出來的火屬性的一個Tris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火屬性的Tris 技能CD長什麼樣子 他的2技能CD是3個回合 然後3技能CD是4個回合喔 那感覺起來CD並沒有特別短的話 那可能要考慮兩點 第一個就是他的傷害量係數 不過因為有重置攻條的這一點啊 我更想要知道的是他到底 他到底會不會被抵抗這個問題 所以可能到時候來看看有沒有機會去 來去做一個簡單的實測 那再來我們就直接看到剩下的4個屬性吧 隨屬性的Tris他是4星的角色 那他的2技能攻擊敵人2次 80%的機率第一次賦予2回合持續傷害 第二次賦予無法解除弱化效果2個回合 那可以注意到這一次其實出了很多隻的 擁有無法解除弱化效果的一個角色啦 3技能是著火喔 如果敵人獲得回合時有持續傷害 將賦予目標外隨機敵人2個回合 他有點像什麼 就是欸 我的隊友著火了 我沒有幫他滅火 完蛋 火燒到我身上了 但不會疊加相同的效果 這個意思應該是 如果我有兩隻的水Tris 沒有辦法說一次就是直接去擴散兩次的意思 就變成說 我就算有兩隻我也只會發動一次的這個被動技能 此外自身回合每次攻擊敵人 將以50%的機會消除一個強化效果 呃普攻就有機會消狀態的角色喔 好像還不錯欸 這個角色好像還算不錯 而且又二技能擁有無法解除所有弱化效果 可以針對某些角色來去做到一個影響 好像 好像是還可以的 畢竟他只是四星啦 然後隊長技能是全域的28%體力隊長 也算是 呃 讓他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去考慮做使用 這個角色 可能要觀察一下下 不確定他到底是不是一個極戰力 但是 整體上的技能組來講 如果 我覺得作為 作為 據點戰的四星進攻是可以去考慮的 或 防守的話 因為四星並沒有什麼很好的像什麼暗翼啊 或者是火奧這種角色 所以 其實作為防守可能也是一個選擇之一 然後來看到風屬性的Trix 他也是一個四星的角色 那二技能是跟水屬性的一模一樣 三技能 火焰風暴 攻擊所有敵人2到4個回合 並賦予2個回合的持續傷害 以該攻擊攻擊造成的持續傷害數量為比例 會增加自身的攻擊條10%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小火海王嗎 真是蠻像小型火海王的耶 那就要看他最多可以增加多少 他如果最多有機會可以去增加到 百分之百的攻擊條的話 那這個角色的這個回合束褲 我覺得就可以拉的還算蠻不錯的了 但是他有一種重點 他是 該技能造成的持續傷害 所以變成說 其他角色給予的持續傷害 是沒有辦法去增加他的攻擊條的 所以這個是一部分啦 限制他不要真的跑得太過猖狂 不過 以四星角色來講 我覺得已經算是 蠻亮眼的一個 群打追傷型角色了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看 光的Trix 光的Trix是一個五星的角色 那2技能還是一樣是那個上毒跟無法解除落花效果 那3技能火之氣息 如果敵人獲得回合時受到持續傷害 除目標外所有敵人也會減少相當於50%的傷害量 同一個效果不能疊瞎 然後此外每次攻擊敵人時 將會賦予兩回合的持續傷害 21%速度隊長 我覺得吧 這個角色 加上隊長技能 他是四星角吧 這個怎麼覺得像四星角 這是我看到目前為止最失望的一個技能組耶 他的這個技能組 他的這個被動技能 讓我想到火鬼王的感覺 就是 那個技能組感覺有點小尷尬 然後輸到 他如果這個是33速度 他是原武 他是光暗原武 你給他 你就算不給他33速度 你至少給他28到24吧 你給他一個21像話嗎 而且他技能組我自己覺得沒有要超級強勢啊 這個角色我目前給差評 原因是因為他是五星 他如果是四星我可以給好評 但是五星我給他差評 這個角色是我目前看下來 是完全沒有悸動的一個角色 這個這個角色不好意思 我們看下一個吧 暗屬性的Treece喔 二技能的話是 暈眩加破綁 然後被動技能流星殞弱 攻擊所有敵人三次 並造成兩回合的持續傷害 並且以該攻擊造成目標 弱化效果為比例 會無視防禦 換句話說是 如果毒 可能每一顆毒 可能會有10%的無視防禦之類的 不是很確定 但這個角色的 這個角色的重點應該就是在於 他的一個 呃 無視防禦的比例 到底是怎麼去判斷的 那如果 比率夠高的話 他應該就是一個 一波流行的角色喔 暗屬性的Treece 我猜 三技能的傷害係數應該會很高 搭配追傷魔礦 應該是有機會直接做到 呃 瞬秒的 應該 應該有機會 實際上還是要真的 擁有的時候才能去做嘗試 但是 他的隊長技能 28%攻擊力隊長 不是 為什麼我覺得Treece 這個角色整體上來講 完全讓我沒有 沒有任何的悸動啊 他明明就是 他明明就是 呃 還算蠻大 不是啊 呃這個角色明明就 好像五個屬性 我覺得唯一可以稱讚的 應該是風屬性 因為風屬性 他的這個技能組 搭配他的星數 我覺得重點 嗯 你要判斷一個角色強不強 他一個重點是什麼 他的星數 這一次來講 我覺得Treece來講 三屬的整體上表現 應該會比光暗還要來的更亮眼一些些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星角的簡單介紹 那沒有意外的話 我自己覺得 真的大獎的話 應該就會是在 光傑洛特 光傑洛特 然後暗屬性的 Yennefer 以及我們這個 光屬性的 犀利 這三隻應該是這一次的 最大獎 最大獎 然後 以及 小獎的話應該是 暗屬性的犀利 因為他可以 他應該會是 未來沒有意外 各位 記著我這句話 兩個月後 高端公會 四星句點防守 應該會出現 一排的犀利 是很有很高的機會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刺客 教條的聯名角色 的一個介紹 那之後我會 依序再來介紹 昆特牌的一些玩法 等等的喔 那最後再跟大家 推廣一下 在這個星期六的 晚上我也會 跟大B出現在官方台 來去跟大家 分享一下 這一次的技能組 那我也會 去做一些 我看到 我看到幾個 我蠻想 蠻有興趣 蠻想實測的 包含像是可能 暗的Trees的一個 傷害技術 以及他的 火屬性Trees的 這個弓條重置 到底是不是 到底會不會被抵抗 等等的一些 一些測試喔 那我們就再 請大家 鎖定官方的一個 頻道 我們到時候 會再去做直播 給大家解惑啦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影片 啊對了對了對了 大家知道為什麼 會這麼推廣這一次的 新角色嗎 這是因為我昨天晚上呢 我在自己 私下偷偷抽的時候呢 欸出了什麼東西 那另外 那我會這麼喜歡這一次的 聯名的話 除了我們前面提到 這次的技能 這次的角色呢 他的一個技能強度 剛出場的強度是 歷來之最以外呢 那加上聯名的這個 IP巫師 剛好有對到我 我也是我有玩過 而且算是我蠻喜歡的 一款遊戲 那更重要的就是 我在這一次的一個 抽角當中 我昨天晚上自己 有在偷偷抽喔 然後呢 無人召喚 合生 合生